忙活了一天的萨拉和女儿刚刚睡着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不速之刻闯进了房间 老黑看到了在房中睡觉的女儿 他看上去很惊讶 接着发现了女主人萨拉 老黑回到楼下为两个同伙打开了大门 可老黑却和小胡子发生了争执 原来老黑是当初修建这栋楼的工人 而小胡子是这栋房子原本主人的孙子 小胡子闯入房间的目的 是为了他爷爷留下来的小金库 为了独吞遗产 小胡子没有声张 而是选择偷偷地来 而遗产就在这栋房子的密室当中 女主人萨拉刚刚买下了这栋房子 并提前搬了进来 这才造成了现在的尴尬局面 老黑想要打退堂鼓 但在小胡子的一番理由之下 他还是同意继续执行计划 萨拉上了个厕所 本想继续睡觉 可密室的门忘记关了 萨拉走上前关门 正巧在密室的监控里 发现了闯进来的三个人 他急忙跑到楼上叫醒了女儿 千军一发之际 两人逃到了电梯里 小胡子因拿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跑到楼下堵截两人 女儿这时想到 他们可以躲到密室里去 于是便乘坐电梯返回了楼上 晚了一步的小胡子十分生气 便把床垫给掀翻在地 萨拉的手机滑落到了床下 萨拉发现密室的电话还没有接线 没办法联系外面 接着他发现了一个广播件 萨拉序章声势 说警察正在赶往这里 我建议你们赶快离开 但老黑知道这里的电话业务 需要专业的公司来对接 他查了安装记录 知道萨拉在说谎 广播是单向的 萨拉听不到男人说的话 老黑做了一个你们没有电话的动作 这是电影中双方第一次军事对抗 小胡子要的东西在密室 萨拉希望他们离开 而且他也肯定不会打开密室的大门 矛盾无法解决 小胡子找到了纸笔 告诉了萨拉 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在密室当中 萨拉问你们对这栋房子了解多少 小胡子说 比你了解的更多 萨拉态度很坚决 我们不出去 你们也别想进来 小胡子冷静了一下 想到他们是女人 女人需要安全感 我们会放你们走的 小胡子有点无奈 老黑说 他过去的12年都在建造这种房子 目的就是隔绝像他们这种人 老黑想到一个点子 既然他们不肯出来 那我们就把他们关起来 老黑用钉子将门窗全部都钉死了 在窗边 老黑看到了一罐煤气 他找到了密室的通风管道 钻了一个洞 然后连接上煤气罐 他又把这对母女给逼出来 老黑不想害人 并没有把煤气开得太大 能够给萨拉一个警告就足够了 可头到男心狠手辣 将煤气开到了最大 萨拉知道这下不好了 女儿找到了一个排水口 这下两人能够轻松一些 萨拉想用胶带封住通风口 可并不起作用 萨拉情急之下 翻找密室的箱子 发现了一个打火机 还有防火毯 女儿觉得这太疯狂了 两人披上毯子 萨拉把打火机伸到了通风口 老黑意识到不对劲 小胡子还傻傻地趴在墙上 萨拉打着了火 密室和管道瞬间爆炸 小胡子的脸也受了伤 这可怕他气得够呛 女儿拿出箱子中的手电筒 透过排水口向外面的邻居发送摩斯马求救 女儿的血糖仪显示 她的血糖正在不断地降低 再这么下去 她就有危险了 邻居似乎看到了灯光 母女两人大声呼救 可她却把窗帘给拉上了 萨拉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 不然的话女儿会有危险 萨拉找准机会 打开了密室的大门 朝房间跑了过去 可手机之前被小胡子摔到了床下 萨拉有点懵 她终于在床下找到了手机 但却怎么也够不到 还不小心摔到了台灯 这下惨了 萨拉终于摸到了手机 三个男人也慌忙上楼 最后一刻 萨拉成功回到了密室 可让人遇免的是根本没有信号 这时萨拉突然想到 她虽然没有接电话线 但是已经接了主线 只要把线路接到固定电话上 没准就能用了 老黑立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当她打开屋外的接口时 萨拉刚好将线抽出 萨拉慌忙接着电话线 老黑则直奔地下室 准备切断总线 萨拉这边好不容易联系到了警局 但警局却让他们等待 女儿说不如打电话给爸爸 萨拉刚刚和丈夫离婚 这才搬到了这栋房子 好在两家住得并不远 电话接通竟然是一个女人接的 萨拉刚说了几句 老黑他们就切断了总线 女儿说爸爸不会来救他们了 萨拉却说他会来的 两人还因此起了争执 女儿的血糖越来越低了 她开始头晕眼花 现在必须找到有糖分的东西 不然女儿就会有丧命的危险 此时的小胡子居然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他本可以按照正常的流程继承财产 虽然说要同五个人一起分 但不至于沦落到犯罪的地步 但他不小心把保险箱中的钱说漏了嘴 他之前跟老黑两人说里面有三百万 可现在说里面有上千万 这让老黑和头盗哥有些气愤 他们的担心被放大 三个人吵了起来 老黑说你要是走了等我打开保险箱 我就和头盗哥平分 谁知头盗哥人狠话不多 一枪把小胡子给干掉了 恰巧这是萨拉的丈夫来了 老黑奔想一走了之 却被头盗哥喊了回来 头盗哥催促老黑打开密室 还用萨拉的前夫威胁萨拉开门 老黑算是有良心 一直在拦着头盗哥 可头盗哥简直就是个疯子 女儿这时血糖太低了 全身抽搐 十分的痛苦 萨拉看到头盗哥被老黑打晕了 但他也管不了许多了 现在必须马上给女儿找药 要不然他就没命了 萨拉趁老黑下楼 开门跑了出来 前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萨拉现在只能选择先救女儿 老黑听到了楼上的脚步声 这时楼上的前夫站起了身 原来他是头盗哥假扮的 他们趁着挡住摄像头的时间 换了衣服 这下可糟了 萨拉找到了应急的药物 老黑进入密室 准备取走录像袋 他发现了正在抽出的小女儿 萨拉这时也发现了他们的阴谋 老黑发现原来录像机里 根本没有录像袋 萨拉知道头盗哥藏在门后 但他不能再等了 女儿的状态太差了 萨拉一下冲了过来 萨拉一下冲了过来 可还是被头盗哥制服 萨拉拼命挣扎 把头盗哥的衣服甩了下来 在门关上的前一刻将药扔到了密室中 而头盗哥不小心被门夹住了手 他本想打开门可被老黑拦住 老黑太冷静了 他知道萨拉拿到了口袋里的枪 两人透过广播谈判 萨拉恳求老黑为女孩注射药物 老黑让萨拉下楼放下枪 这样才肯为女孩注射 萨拉也只能照做 老黑为女儿注射了药 萨拉总算松了一口气 接着老黑找到了保险柜 准备取钱 萨拉来到了楼下检查前夫的状况 萨拉尝试让前夫举起手臂 可他的手好像断掉了 这时棘手的事情出现了 对双方都很棘手的事情 警察来了 原来前夫之前报了警 如果警察进来 女儿就会没命 萨拉没办法 只好找了件衣服穿上 然后假装没事的样子 应付警察 率警察觉得萨拉有些不太对劲 萨拉坚持说自己没事 这段戏真的很抓人 演员表演的特别真实 但是有一点鸟叔没有看明白 萨拉为何不给警察暗示呢 只是暗示的话 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难道只是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吗 原方你怎么看呢 萨拉找到一把锤子 他将监控一个一个砸碎 似乎在准备着什么 老黑加紧给保险柜钻孔 我的天 里面竟然有2200万的银行债券 萨拉让前夫拿着枪守在门口 前夫不明白萨拉为何要做到这一步 萨拉说 如果不杀他们 他们一定会杀了我们的 老黑打开密室的门 带着小姑娘走了出来 但四处的门都被萨拉锁上了 电也被断掉了 看到地上都是玻璃 老黑抱起了女孩 老黑的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 楼道里到处都是玻璃碎片 萨拉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老黑来到楼下 萨拉躲在角落里 前夫亮起了灯 小女孩说不要杀他 双方僵持了起来 萨拉突然冲出 一锤子把头套男给敲下了楼 老黑趁机逃出了房子 可没想到头套男竟然还能爬起来 正在逃跑的老黑 听到男人的惨叫 犹豫了 头套男疯狂地殴打着萨拉 女儿过来帮忙 也被一拳打飞 眼看头套男举起锤子 要砸向萨拉 老黑冲进来 拿起枪了结了他 然后默默离开了 这时警察姗姗来迟 一家人总算是安全了 可正要逃走的老黑 却还是被警察给抓到了 其实说实话 鸟叔是希望老黑能够成功逃走的 但怎么说呢 人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部电影节奏紧凑 缓缓入扣 让人为主人公捏把汗 还是很精彩的 影片的最后 萨拉和女儿又在找新的房子 这次他们要找一个 小一点的房子 有僧时间 Yum 有译 有机会 这是